我們看這個題組 他說下表 這個表我把它簡化 為六種跨殼的電量 我們看第一小題 由上表可知子子與中子至少有幾個跨殼組成 像這個上跨殼跟下跨殼 這個電量是稍微電子的電量 正的,這是負的 所以 我們知道子子的電量是正一個電量 所以應該是兩個這個 加一個這個 稍微是四減稍微是一 所以應該是由三個跨殼組成 兩個這個,一個這個 不可能少於三 如果是二的話 這兩個加起來也不會一 或是單獨他也不會一 兩個這個也不會一 所以不可能是兩個 也不可能是一個 最少就是三個 如果是子子的話 應該是兩個上跨殼 一個下跨殼 如果是中子的話 中子的話 那個電性是0 就是不帶電 應該是兩個這個 一個這個,剛好底下 所以應該是一個上跨殼 一個什麼呢 兩個下跨殼 所以第一小題 應該呢 是選這個V 至少又有三個 這個跨殼組成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 由上表可知 子子跟中子分配 最可能有哪些 跨殼組成的 我們看A A選項是說 子子的話 是由USS對不對 那USS的話 這個就電中性了 那子子是正一架 所以這不可能 那中子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上看V V的話 它是說子子 子子的話 它是USB 讓我們看USB USB 那也是電中性的 不可能 上看C C C的話 他說子子 它是UD 那UD可能 我們剛剛講過了 事實上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中子 它是說 它是說UDD 這個對 兩個 一個上跨殼 兩個下跨殼 這個對 這個可能 事實上就是它 三看D D D的話 它說子子 它是UDD 那不可能 這UDD的話 電中性 不可能 那所以 可能的話 是只有C 而且 事實上就是它 所以答案 這頂應該選C 第二小頂應該選C 都會是 一個 頂部 但 可以 做一些 是 那是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